OK 酷 那今天來跟大家聊聊天 跟粉絲稍微再近一點的距離 我跟他打一個很大的哈欠 壞了 哈哈哈哈哈哈 最好跟他發線 那你很想睡覺是不是啊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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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 少女團體喔 哈哈哈哈 從來啊 嗨 我是葉維 嗨 我是阿元 嗨 建民隊 OK 酷 那今天來跟觀眾們 算是聊聊天好 閒聊啦 對 反正我們也不知道說觀眾 因為我們現在一定會不知道觀眾 到底要看我們的專業度 還是要跟我們講幹話 對 而且還有一個重點啊 沒有鞋子可以拍了 哈哈哈哈 拿不出什麼東西來拍了 所以我們今天就乾脆不演 好 沒問題 全神幹話 那我們今天就來聊一下 2021年 我們心目中的麻辣大街情況 爛大街情況 沒錯 到目前為止啦 看了就是 哎唷 燕文你看看怎麼 還有人算這個 我怕我們今天這一集拍完 不會被人家叫做 真的嗎 會拍是不是 公廟系列嗎 公廟系列 你知道我現在是連陽梅都不敢去的 最近陽梅我覺得 晚上九點後比較亂一點 哈哈哈哈 我被貼公告 來 馬上進入我們的第一雙 今年如果假設最爛大街的 希望大家不要再買 就是Easy的350 這是他個人立場嗎 相對的關注度也沒那麼高了 對 就是配色上做一些變動 但其實都大型小型 可能是因為公廟有在收了 所以那個需求要抬車要抬車 對 就是公廟標配就是350 然後上面就是 三條線的那種愛戀褲 然後窄身 要緊的嗎 小腿窄的緊的那種 然後上半身穿雞扳膝 搭配愛戀褲子是不能過長 然後還要微微露出 off-white的襪子 對對對 如果比起Nike的話 我覺得搭配off-white的 還比較質感一點 會很自然讓人家聯想到 那off-white的應該是假的啦 那是你 那他剪的 我沒有 喔 你有是我 公廟在走 off-white要你 那你們看到的比較高檔 我看到的可能都是配那個 Nike 封衣外套大勾勾的嘛 然後愛迪達緊身褲 350 這種年齡可能就稍微比較低一點的 可是我在中立還是很常看到啊 然後髮型通常就是後瀏海 沒錯 頑立頭 但是不得不說 Cherry你應該也很常在路上看到 超級多的商品吧 蛤 好看嗎 哈哈哈哈 那你自己看吧 對 這個東西你們得罪就好 你不得罪就好看 就算現在沒有以前那麼夯 現在一雙 它原價也至少都要八九千塊嘛 對 沒錯 八千八 八千八 但是其實現在比較取色 這種可能比較不是熱門色系 其實國外已經開始漸漸在達成 量真的太大了 第二雙就來聊聊 Fanace的一些構鞋 哇 這個我們感嘴嗎 欸 F4天王欸 不得不說 這雙鞋我覺得剛開始出來的時候 確實是非常有創意的 其實蠻好看的啦 其實蠻好看的啊 我想買啊 沒有 我之前確實有想買過啊 而且我記得你的行路歷程 你還是看一個你的客人專 對 原本覺得還好 就是看到實鞋之後 覺得其實還蠻好看的 所以老闆還是會有跟風客人的意義 還是會有 還是會有 因為主要是看你平常看那個網路上照片 一看一看就這樣嘛 而且實鞋這樣 欸 就也是蠻好看 也是會有 對 但我覺得解構鞋會讓大家有一個最主要原因 是因為假貨非常的氾濫 他們對於假貨這一塊其實沒有什麼在抓 因為其實現在解構鞋它的官網定價 其實一雙是在300多美金 其實不便宜 我幹 這麼貴喔 對啊 這樣還沒 欸 貴蠻多的欸 那時候你200不買 6000多 之前6000多一張 我那時候 6000多不改良 220 差不多220 220 6000多那個時候我都有在代購嗎 沒有啊 是因為我拍了那一集之後 Homers 對 好 接著 而且你看它的官網 我記得是長期架上都有很完整的庫存 就是它基本上不太會斷 因為我們的穿搭 可能有一點台位也好 明明就是一雙好看的鞋 然後被我們穿出來 可能氣質上面調性一點點 我自己會把它縮小成一個中立人 台客掛人嘛 中立人就是普遍都有一點台台的氣息 我覺得會欸 就是像其實說真的350 我覺得這樣鞋 其實它的鞋型或什麼這些算是 在當初退出的時候是一個突破 只有肯爺可以超越肯爺 對 沒錯 所以你看它平常的形象 你說它最近是個面具 蛤 哈哈哈哈 那個真的是太前面了啦 沒有辦法理解啦 你今天穿這個可能就只有上新年版面 那接下來我們就來聊一下第三款 劉備人327 對 這個可能要問一下阿圓 阿圓可能在中立會看到 327 其實漂亮女生穿還是很好看的 你們講廢話嗎 漂亮女生其實穿350 或是結構型也都很好看 都吃腳而已 其實我知道啦 他不穿最好看對不對 不管 不管是等一下要講的也好 或是我剛剛敘述的也好 穿在辣妹身上會不會有更辣 如果以阿圓剛剛這樣說的話 這已經是辣妹等級了 結果他在穿那樣的 其實不然更辣 結果是加分 對 不是扣分 有沒有看的 OK了 人的問題 對 跟鞋子沒看的 因為我記得之前有跟小哲聊過 就是聊 比如說聊到結構鞋 再儘管我們接下來要聊一個主題 會怎麼樣 對 可是會讓你穿好辣 哈哈哈哈哈哈 看是普通人還是妹子啦 應該是說我覺得這一集的重點 不是說那個鞋子爛大件就不能穿 而是說如果講這個你要穿的話 你至少要稍微注重一下自己的穿搭 可以那麼說吧 如果這樣講327以為我們剛剛的穿搭 327好像比較沒有那種穿搭 會讓你就覺得很吊氣 畢竟327的台位 沒有像前兩雙那麼重 沒有到那麼重 我覺得主要還是歸根到 327還是很多假貨 原價也才三四千塊 還是很多假貨 那接下來就是我們可能會話題最敏感 哇 這個交給你了 這個我真的是不太敢講話 欸 這個是你自己的嘛對不對 當然啦 今年最紅 基爾藏每個月都會出一到兩雙的 Mind Down Flow系列 這個真的是今年爛大街的習慣之一 你先講 你先講你要爆轟的部分好了 我看到穿熊毛的人 帥哥占的比例已經非常少了 反而是屁孩 阿滴仔 小鬼 那些都是我什麼 小弟啊 那些都是我弟啊 都是你的小弟啊 喔 好棒 大哥抱歉 不好意思 入味必備款耶 不好意思 就像學校的校型一樣啊 已經很少看到那種很潮的帥哥穿了啊 很潮的帥哥腳上的檔殼 可能或許是其他更高階的啊 或是什麼什麼的啊 但是也相對因為它是黑白 所以很多年輕人會選嘛 真的不要去配景深運動褲 愛迪達景深褲 對 三線褲 哇 我真的受不了耶 就是在幹嘛啊 你看的人就臉十三條線 我整個臉垮掉了 我唯一可以接受景深褲就是那個內搭褲 漂亮女神穿內搭褲我OK啦 那我也可以 歐美 歐美 那我OK 我們來聽聽看這個Dunk專家 對 目前對這張鞋的觀點 我覺得就像我之前介紹Dunk 跟觀眾稍微聊過 其實你不管什麼樣的鞋型 原版配色或是初代配色 可能都會選擇黑白色 然後所以到最後可能導致說爛搭機 捕獲可能也是一個原因啊 因為你看確實是熊貓這一款 它確實已經鋪過好幾次了對不對 對 今年知道就有三次左右了 三次以上 北卡可能也算鋪過第二次啦 對 其他再來好像就都只有一版而已 撞邪不可怕 誰醜誰尷尬 請問是抖音名言嗎 不是啦 它有報名大嘻哈啦 這位是我們 大麥克 AKA 大麥克 彥文AKA 大麥克 接下來打穿就是用這個藝名出到我們對不對 對 沒錯 沒錯 上半章不用顧 是女生的專利 漂亮 漂亮女生的專利 能不顧就不顧 對 最好不要穿 不是 如果像今天的主題啊 那我們以在路上能見度 那種年輕阿滴阿妹阿 很常看到還有VILA 對不對 這個我是沒有很想要討論的 因為看到那麼久我會直接不然 他轉換 你知道嗎 基本上你是不會把魔爪伸到 16歲以下嗎 你要出道而已 大麥克 每一雙鞋還是有值得購買的地方 一樣還是可以穿的 是有自己的風格 味道還是可以 多少還是可以穿出來 至少不會有那麼 宮廟氣息那麼濃厚 那觀眾們 那我們就一起走在街上 把所有的鞋子穿得帥帥的喔 OK OK 掰掰 掰掰 兩個鞋蛇這麼奇怪喔 正常都是啊 撒開一直都是兩個鞋蛇 是喔 幹他這個 你不知道他兩個鞋蛇 我不知道 他就是什麼都兩個啊 對啊 所以兩雙變成雙 鞋蛇也是兩個 他沒有看你那一集啊 幹你啊 對啊 奇怪專家介紹呢 有啊我有看啊 他有講到啊 可是你也沒跟他講究竟嗎 我有看啊 我沒看 可是你那集我有看啊 是嗎 有專心看嗎 有咩